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我说 只要作品质量过硬 以反而翻译观众而言 应该也没什么区别 在这大家比较担心女主角baby的演技 所以从开机那天起 暮色新约便一直争议不断 但俗话说得好 为之全貌不与置评 人家伦曾说暮色新约这部戏是他投入心血最多的一部剧 剧中一人分事多角 所以大家还是尽心期待一下后期的工作吧 到时间了自然就会物料都来了 希望今年可以等到播出 按照人家伦出产量的频率 无忧度拍完后 他应该也会是无缝禁组下一部剧 毕竟存货不多了 得提前为明年做准备了 看得出来人家伦也很累啊 一年上头连轴转 作品基本都保证在一年三到四部作品 所以他压根也没有太多的时间休息 趁住年轻 趁住现在的口碑 也是拼命在为影视圈做贡献 最近有消息称 任佳伦接下来要进组的新剧应该就是《五更纪》了 目前官方微博已经开通 而跟任佳伦合作的女主人选择是李一同 眼下暂时是这个组合 看过动漫的小伙伴们就知道 《五更纪》里的神族不同于传统仙侠 他们靠住强权威慑丛生 奴役各族 捍卫人的尊严 坚定地宣告不受天的奴役 渺小的个体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 化不可能为可能 抗争和自由创造奇迹 打破强权 市面上有太多一爽文打怪天下第一虚幻的人设加入剧情 用来缓一缓工作生活的高节奏和压力 但批量生产麻痹大众的作品已经审美疲劳 或许像《五更》这样一路摔跤 一路失败 还不言放弃 抗争到底的设定更能引起云云众生的共鸣 以前的古装巨人设 基本都是打不死的小强 主角光环太重 而《五更》记中主角光环再强 再能拼 再有天资 他也是天创造出来的人 现实中也有很多这类人 拼了命的努力也总有达不到的高度 比不上的人 所谓人比人气死人 这句话十分有道理 这样的主角设定很新颖 更能引起普通人的共鸣 一个好的的人设 确实是可以为演员加分的 很多演员能一次成功 多半是靠人设 我想吴景岩在这方面就最有发言权了 由他主演的《颜喜攻略》中 魏英乐一角就是爽文女主 在坏角色的陪陈下 魏英乐这个女性仿佛浑身充满了魅力 可以说是人见人爱 不过在任加伦还未点头说自己真的已经接了《五更记》这部剧时 任加伦的粉丝却有了很大的意见 这几日任加伦工作时微博下也都是粉丝们的诉求 大家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团队以后能保证任加伦一番男主的待遇 不少粉丝现在就十分抵制任加伦出演《五更记》这部剧 不为别的 就是拒绝二达 这个二达说的不是李一同 而是导演 编剧 据悉《五更记》的制作班底就是请君的导演和编剧 粉丝认为 请君这部剧让任加伦受到了不公平待遇 她的大量戏份遭删减 有几集甚至露言就是活在其他人的台词中 或是沦为背景版 男主待遇完全遭忽视 大家看剧本来就是冲住任加伦这张脸曲的 结果倒好 一剪没 不少高光时刻都剪了 花絮里能看到 预告片里能看到 就是正片里看不到 引起任加伦粉丝不满 若《五更记》导演和编剧还是请君的那几位 那以后任加伦的戏份还会被删减 所以粉丝抵制也是情有可原 关于任加伦最后初步出演五更记 任加伦方没有否印 不少任加伦大粉似乎也知道就是这部剧没错了 大家只是希望任加伦可以遇到一个真正好的班底 最好像周升如故那样 能呈现出他个人优点 让角色出圈 为任加伦积攒口碑 当然了 任加伦目前还在拍《无忧度》 怕也还没有心思去考虑这些 到底接没接 大家还是坐等官宣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